老少接一的喜剧电影深受观众喜爱 开切麻花在2015年推出的《夏洛特烦恼》 2016年上映的《驴得水》 都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好成绩 今年再接再厉 推出了又一部立作《羞羞的铁拳》 开切麻花出品似乎已经成了精品的标配 2015年《夏洛特烦恼》总票房超过14亿元 我觉得马东梅长得比邱雅好看 你是什么时候喜爱的 2016年上映的《驴得水》 口碑也是节节飙升 而即将于9月底和观众见面的《修修的铁拳》 同样由开切麻花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来 主要讲述了靠打假拳混日子的拳击手艾伦 和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玛丽 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 导致灵魂互换的搞笑爱情故事 原版就是由艾伦与玛丽担任男女一号 这一次老搭档再度默契合作 为了更加贴近拳击手的形象 艾伦提前一个月进行体能训练 瘦身整整30斤 解锁了拳击新技能 打拳对我来说是这次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 一个大挑战 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艾伦丽松盟格斗是吧 艾伦丽松盟格斗 它是一个人面的一个运动类型 格斗上的运动类型 就艾伦 就艾伦 艾伦为了角色在一边受苦受累 反观搭档玛丽那可叫一个轻松 事实真的像玛丽自己形容的样子吗 在好朋友艾伦的嘴里 玛丽显然是另外一副模样 尽管在大庭广众之下 面对着数十台机器 玛丽为艾伦这样大胆地调侃着 但她显然并不放在心上 要知道他们可是一路 从默默无名的小剧场演员 走到了如今光鲜亮丽的大荧幕 这友情和默契 可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在大麻花之间 我们是一起演小剧场话剧的 所以我们彼此的进步 好啊坏啊 这么多年过来 其实我们都是一路的分享 而且看着对方 请不吝点赞 北京传播的